防疫尖兵 校园疫苗接种大作战 H1N1C型流感传染途径与季节性流感类似 主要是透过飞沫传染与接触传染 所以要注意咳嗽礼节与手部卫生 请洗手 不碰眼口鼻 如出现肋流感症状 请戴口罩 尽速就医 而且生病后务必要停止上课 在家休息 除了自我保护措施 并维持良好卫生习惯 接种H1N1C型流感疫苗 是最有效又最直接的预防方法 预防新型流感除了注重个人的清洁卫生之外 目前国际公认校园全面施打疫苗 是防治新型流感的有效措施 打了预防针之后 可以增加我们个人的保护力 多一重防护就多一重保障 同学们在校园中的互动非常频繁 很容易产生群聚感染 因此校园的防疫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一定会让校园成为防疫堡垒 保护全体市政的健康 让校园成为成功防堵 H1N1病毒的第一道长线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施打H1N1疫苗 已经缴交家长同意书的同学 等一下到走廊排队 老师会带大家到活动中心施打疫苗 已经缴交家长同意书的同学 今天有没有人身体不舒服 请举手告诉老师 没有 那大家今天身体状况都很好 都可以施打疫苗 请问同学 今天是不是都已经穿了宽松的衣服 因为等一下施打的部分是在手臂 所以必须穿宽松的衣服 另外同学们可能会有点害怕 但是呢 其实只是向蚊子叮一下而已 并不会很痛 请大家不要担心 等一下打完疫苗以后 老师会让大家在活动中心休息30分钟 那确定同学们都没有不舒服的情形 才会回到教室 这样可以吗 可以 同学们那现在大家可以到走廊排队 我们准备去打疫苗了 我可以去打疫苗 我可以去打疫苗 H1N1新流感疫苗 接种要遵守六大步骤 第一步 确认家长同意书 在接种疫苗之前 必须先请父母签下 H1N1新型流感疫苗接种通知说明 及同意书 并请将填写好至接种同意书 交交给相关负责人员 第二步 确认学生身份 有导师 学校工作人员协助确认学生身份 花果粥 有 黄子轩 有 第三步 医师评估是否适合接种疫苗 若您当天发烧 或者是吃鸡蛋过敏 或者是过去施打疫苗的时候 曾经出现严重不良反应的人 都不适合接种 打针前 医师会为您评估 是否适合接种新型流感疫苗 第四步 接种疫苗 请依照学校及工作人员指示 排队接种疫苗 你会不会怕 不怕 不怕 我也不怕 第五步 接种后观察三十分钟 接种疫苗后 为了防止少数人可能会有过敏 或身体不舒服 请于施打疫苗后 留在原地或回到教室休息三十分钟 第六步 回家后留意身体变化 同学们 今天我们有施打H1N1疫苗 如果回家出现轻微的红肿 疼痛这些现象 都是正常的现象 同学们不用过分担心 但是如果你发烧 或者是有严重过敏的现象 就要回去告诉父母 让父母带你到医院去给医生检查 这样知道了吗 知道了 家军 家军 今天打疫苗还好吗 OK的 No problem 妈妈跟你说 打了疫苗之后 多喝水 多休息 早点睡 好 谢谢妈妈 第一 我们要请爸爸妈妈帮我们成同一书哦 第二 确认学生身份 第三 评估学生是否适合接种 第四 要勇敢接种疫苗 第五 打完疫苗之后 休息三十分钟 第六 注射完疫苗之后 会有轻微红肿 一点疼痛 这些都是正常的现象 过一两天之后 就会好了 是的 以下还有几点 要提醒大家注意的 第一个 预防接种之后 大约需要三到四周的时间 才能产生保护力 第二个 少数的人 在接种之后 48小时之内 可能出现发烧的情形 如果这时候您看医生 记得要提醒医生 曾经接种过疫苗 以作为医师诊断的参考 如果发烧的时间 持续超过48小时 或者是出现其他严重的反应 比如说呼吸困难 胸闷 心剂 晕眩等等 记得要尽速就医 最后 施打疫苗 虽然可以有效 降低感染心情流感的几率 可是不要忘记 我们身边 还有许多其他的细菌跟病毒 都可以引起咳嗽 流鼻涕这些感冒症状 因此 做好个人的清洁卫生 才能确实保障自己的健康 除了接种疫苗之外 大家还是必须注意下列事项 一 落实手部卫生 以咳嗽礼节 二 用肥皂勤洗手 双手不碰 沿口鼻 打喷嚏时 请用手帕或衣袖污口鼻 有咳嗽症状 请戴上口罩 身体如有不适 请尽速就医 三 规律运动 均衡饮食 保持身体抵抗力 我打领养的 你也要打 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